接下來要上的東西叫做臭氧洞 臭氧洞 臭氧洞 臭氧歐3 你們要小心要交錯 歐3 這碗月有毒 有味道 有顏色 因為有味道 所以叫做臭氧 臭氧 有吃一些的味道 帶藍色有毒性 它是空氣污染物質 我講過了 它在地上是壞東西 它多表示空氣炸 它多你吸過了對你身體 哇 所以它在地上是壞東西 有人它在天上是壞東西 它可以幹嘛 吸收紫外線 它可以吸收紫外線 它在天上是壞東西 它幫我吸收紫外線 它在天上是壞東西 那個天在哪裡 平流程 平流程 大部分都在平流程 平流程大概離地大概十 就是十多了 十一、十二到五十公里左右 十一到五十公里左右 平流程 有一段臭氧含量最多 二、三十公里的地方最多 叫做臭氧層 康宣排寫二十到二十五 我看過最誇張的數字寫了 十五到四十公里 大部分數都寫二十到三十公里 這範圍內 這個臭氧含量高 而臭氧層 這就是臭氧在這裡的時候 它會幫我吸收紫外線 紫外線可以殺菌消毒 表示對生命有害 它可以把生命給載掉 所以它幫我過濾到有害的東西 所以它天上是一個好東西 臭氧在天上是好東西 然後我們就發現 南極每年春天十月的時候 臭氧含量會變得非常稀薄 我們稱之為臭氧凍 然後是只有南極有嗎? 不是 北極也有 還有一些地方也有 但是南極我們首先發現 而且南極的狀況比較明顯 所以我們叫南極 為什麼是春天是十月 因為它難辦久 所以它十月是春天 所以南極春天十月的時候 老師那別的月份有沒有 別的月份基本上不太有 那老師為什麼十月才有 對不起不告訴你 因為我們沒有教它為什麼會有 我們沒有教它怎麼形成這個機制的 它怎麼弄的 我們沒有管 所以你要記結果就好了 就是南極每年春天十月 所以臭氧含量稀薄叫做臭氧凍 那有的就是這個 顏色偏藍色這邊就是臭氧含量少 偏紅色這邊就是臭氧含量多 你看臭氧凍 臭氧凍 臭氧凍 後面有很多臭氧凍 然後就是一樣 偏這個藍色紫色就是臭氧含量少 偏那個紅色那邊就臭氧含量多 所以有很多臭氧凍 下面這個呢 這就是臭氧凍的照片 下面是有一個時間 讓你看臭氧凍的情況 這是從八月開始 然後呢 這個偏紅色這邊的就是有所謂臭氧凍 偏那個比像咖啡色這邊的就是臭氧含量多 然後這是八月沒有什麼臭氧凍對不對 然後它越來越多 越來越大 黑色是人道衛星過去的時候沒有吃藥 所以是黑的 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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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嘛 九月 然後呢就比較大隻對不對 然後十月 你更大隻 然後到十一月又不見了 我說問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我們不叫位子 我們只記結果就好 現在是十月 二十一月二十一月 它越來越小對不對 它就變小 然後十一月二號三號 四號五號 啊 那麼好 就是 所以 它大概就在十月份 九月十月的時候 有個明顯的臭氧凍 不見了嘛 十一月就不見了 有個九月十月有個明顯的臭氧凍 那講過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好 不問為什麼 OK 那這就是一個臭氧凍的平均面積的圖 看一下就好 欸發現這一年 大概二零三月左右 突然變小 也不知道為什麼 變得又回去了 變得又回去了 好 然後這次要讓他看一下 這就是告訴你 它的臭氧凍的含量的電話很重要 那有臭氧凍怎麼樣 有臭氧凍就是沒人幫你吸收 阻礙線 所以到達地面的紫外線就會增加 於是乎人類磁壞皮膚病跟白蕭蕩 機會就會提高 就是曬太陽曬傷的那種情況 然後有V-line V-line 販膀就提高 然後植物容易發生病變 然後呢 影響海洋的浮游生物 我講過它是紫外線可以殺菌消毒 浮游生物很小隻 可能就會被斬掉 可能就會斬掉 他們也曉得不佑生物是海洋最底層的生產者 他如果不見了就好笑 就是臭氧洞的一些危害狀況 讓各位做一些了解 好 可以嗎 請記住每年春天十月的時候 南極上空臭氧含量稀薄 我們稱為臭氧洞 記得這個事情就可以了